導入的鑑定好煮味 讓人直接就在調的 很多民眾都很介意 拿他來配飯 那才是做調味 別看這小小的導入 他的製作過程 寄居愛開 只顧為醫生 射水宮鑽仔社區是特別來基盤 參觀豆腐工房 以及DIY 導入導營製作的活動 讓小朋友可以了解社區在地產業和在地文化 把自己的豆腐放進去館子裡面 讓自己去豆腥 鑽仔社區的婆婆媽媽 是來把小朋友製作傳統豆腐的鑑定滋味 莊芽村辦理兒童夏令營是步步驚心在莊芽體驗 體驗我們農村古事後的一些生活情景 主要就是看我們豆腐乳的製造過程 先到工作坊看豆香的研磨 製作再來我們開安宮的一些傳統基因 就是宋江鎮的一些兵器 再到我們徐家古厝體驗研磨 古時候人家在研磨豆漿 因為以前沒有那個果汁機 就是用手來一步一步的研磨 製作車來的一些豆漿 鑽仔社區基本步步驚心在鑽仔體驗多多 就是要把老祖先從事物保存的地位 演唱下去 導入我們的荒芽這裡 剛才我們有所說的 這個以前的傳統生活 這個也要製作這個東西 每天都可以吃得到 現在要比這個奢侈品 我們現在來 感謝我們政府 我們文化球 我們這個社區 發起我們家庭的一些產業 肉食 我想這孩子覺得很新鮮 很新鮮 還有因為我們不再老一輩 我們整個都我們的老鼠 這如果做得要我們自己做 自己吃 會感覺很溫馨 小朋友體驗手工製作道路的處理 同時結合我們蓋水服務 另外社區又準備很多 用道路入料理的美食 提供鑽仔傳統的道路文化 大中華新聞 林君秀水 蔡宏布德 最新鮮的方法